台東園農田水利會 在關山大鎮入水口舉辦水資制 祈求水源供應充足 等今年能夠豐收 關山大鎮水資制的祭典儀式 重現57年前 大鎮員工、農民在啟用開水閘門 放水當時在水陣中 跟著水流跑的儀式 象徵祈求灌溉用水 能夠源源不絕 農作物順利生長 同時也都等下一代的 用水農民體驗鮮民開鎮水鎮的新路 關山大鎮主要是供應花凍縱谷 池上關山、陸野地區 兩千多頃 良質的米稻田灌溉水源 貢獻很大 上百位農民用漢人傳統儀式 誠心祈福 而當地的鋪農族原住民也來參加 不過他們是在稻田旁邊準備豬肉米酒 向入水口的新武契方向 用暴龍族祈福儀式 劈些豬肉 給過去耕作時候不慎 發生意外去世的祖陵 祈求暴龍族人能夠大豐收 關山大鎮早期曾經發生 漢人和原住民相互搶奪水源的衝突事件 如今已經能夠公平取得灌溉 大家都共同為這條農民生活命脈的水陣祈福 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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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